2010 兩岸文化論壇 2010 兩岸文化論壇 現在正式揭幕 文化論會長 劉兆學先生 這是兩岸的互動發展當中 可以說是一個以前的 因為大家都注意到 這是第一次在這個論壇當中 兩岸的首長期的 主管業務的首長期的先生 在這裡不但相遇 相會 對同台來支持 這是前所未有的 可以說是所代表兩岸關係的順利的發展 當中的很重要的一步 兩岸在文化上面 有比較大的一個共同點 那就是中華文化的基礎 中華文化是兩岸發展的最大公約數 但是經過六十年能夠相隔離以後 兩岸確實也發展出很多相異的地方 我們最近在兩岸之間 我們跟大陸的相關的方面 協商出來 我們有一個結果 就是雙方合作 積極地要編一部這個 兩岸的這個詞語 這個華語的詞語 詞語的一個在雲端的資料中 讓中華文化 我們共同一起 讓它對全世界的文化 人類的文明 做更大的貢獻 蔡武先生 我們至上他的歌詞 年連五千年而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 是連接我們海峽兩岸中國人 最勞固的金融與財 是海峽兩岸人民共同的選擇 海峽兩岸的和平本 定義共同繁榮 不能僅體依賴物質方面的互利 經濟合作與貿易網牌 固然十分重要 因為它不但帶給我們兩岸的福祉 也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點 物質和經濟基礎 但是它卻不能夠替代 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溝通 今天 在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順利簽署和各領域物質交流 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時候 盡快地擴大和加深兩岸的文化交流與合作 應該也必須成為我們共同的話題 雖然兩岸的文化交流與合作 由於已經取得了長途的進展 但是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 兩岸文化交流還存在著一些壁壘和障礙 陳如胡錦濤總書記曾經指出的 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 無論我們分割了多久 只要加強網牌 平等交流 善意溝通 兩岸同胞之間 沒有什麼隔閡不可以打掛 沒有什麼固解不可以消除 開展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 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具有基礎性、全局性和長遠性的重要作用 我們願繼續以台灣各界的有勢之勢 攜手努力不斷的推動 兩岸文化交流賣上範圍更廣 層次更高 合作更加務實深入的新台節目 使中華文化新火相傳發揚光大 共謀中華民族的偉大福星 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也是財政法人 台灣美式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盛智元先生他的演說 兩岸的文化可以用花開並地 這樣子的一個形容詞來加以形容 兩岸文化來自於共同的全員 可是經過了60多年 不同的內外在環境 跟發展策略跟方向的不同 我們現在可以說是各領風騷 互有散場 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 未來在兩岸關係的發展 以及在未來華人的文化史上 都會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我舉一個比較輕鬆的例子來說 在台灣有賣所謂的四川牛肉麵 聽說在四川是看不到的 不過我們現在也知道說 目前在大陸 這個台灣式的牛肉麵 是非常受到歡迎的 馬英斗總統經常強調 我們要文化新國 那也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我們對於文化建設的重視 下一次各位再來的時候 我們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去搭乘一下台北的捷運 去逛逛火湯街 去找幾家巷弄裡面的咖啡店去做做 再隨意地去參訪幾個台灣的農村 看看我們的農村文化 以及遍顧全台的上百個地方文化館 我們認為在這一些的巷弄之間 才能夠真正體會到真實的 台灣人民生活跟文化體育 人民生活的自由自在 以及對生活美學素養的提升與內化 才是我們在這裡從事文化建設 最主要的一個目標 如何能夠求統存異 互相欣賞 互相包容 甚至於結長無短 達到雙贏 這將是兩岸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課題 我們期待雙方都能夠以開闊的心胸 兼容并蓄 畢竟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文明 是因為互賜相減而變得偉大 偉大的文明都是用包容相加的態度 來接觸面對外界所有的交流和挑戰 我們希望兩岸都能夠更加重視文化面向的交流 讓兩岸人民都能夠透過彼此的文化 更加尊重理解對方 從最簡單的兩岸彼此使用詞彙的不同 就可以透過中華大詞典的合作編轉 促進雙方的了解 至於兩岸未來文化交流的具體工作項目 可以包括一文活動的擴大交流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的跟政策的交流 文創產業的合作推廣 智慧財產權的互相保障 法應的鬆綁 行政程序的簡化 市場准入跟通路限制的放寬 甚至於長期來看 雙方互設官方辦事處的可能性 我們將這些文化交流制度化透明化